哈喽大家好我是水哥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 狐妖小狐娘的手游 然后序言里面的完全篇 叫做什么盗门兵人 就是还是讲着完全户柜的问题 但是就是上一话就是到这个 拜见这个是吧 拜见自己的母亲好像 然后一个灵纹飞过来了 又是要去打架了 打妖怪 动画片好像也是这个先做的 对吧 这个小妞又出现了 分庭影子 他还是很喜欢这个 完全户柜 看他长得帅气 我们看到妖怪来了 妖怪来了 就是这个 拿着大刀了 叫做黑火 看他的哥哥是被这个 王全后会打败的 然后现在又来送死了 还有来了一个女的 白尾青花 上一次和黑黑互动这个 这个妖怪 没想到他是个妖怪 长得挺漂亮的 在此城下妖怪 被你一箭斩杀 被你一箭斩杀 小子 别跟他废话 让俺先教训他 然后要开打了 开打我们直接跳过吧 我们看剧情 没想到打完男的 还要打这个女的 这么漂亮 还舍得打吗 刚才被他击败的 原来是他的二弟 然后他的护君 是最早死在 这个王全魔鬼见下的 我们直接跳过战斗 被击败之后 这样有个狐狸一画面 就没了 这么这么好看的妖怪 都舍得斩杀 八百年的鹿妖女啊 现在王者的鹿妖女 应该叫做 就叫姚啊 直接被击败了 这么快 八百年长得不好看 好这次序言就到这吧 下一次序言我们继续 那我们下次再见 再看看 你的鹿妖女啊 走吧